在85年以后日元升值 最后到90年耗火经济崩溃 一直陷于经济衰退的泥脑 直到今天还没增大出来 是不是因为汇率升值的原因呢 部分是表面现象是 但本质不是 日本的危机来源于 万乎所以翘了一巴 日本这个民族 一有成就就要翘了一巴 在近代史上翘了两次 第一次明治危机之后 它搞得不错 从亚洲国家居然搞成了 和世界各个工业大国 可以依较长短的地位 翘了一巴掌 发动侵略战争 最后呢输得到干干净净 在20世代大国之后 它搞经济 从超线战争以后 它变成了 从生产劳动力 一执行产品开始 并且迅速产业升级 也干得不错 经济高速增长 又一次翘尾巴 这次翘尾巴 就反映在85年 日元升级以后 它非但没有居安思维 反而觉得老子天下第一 所以呢 它的股市 房地产市场 双双起 房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翻了三单 整个日本房地产总值 比美国总值还要高 那么这样使得 它的大量的投机资金 集中在房地产市场 和股价市场 最后呢 使得其他行业 出现了明显的资金固件 出现了运断的困难 最后呢 使得民众对于 经济高速增长 的一期发生了短缘 在各位学者专家教授面前 应该 首先是向大家表示祝福 尊敬的唐伟正先生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下楼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这个北美地区的 这个华人企业家 和这个财富方面的 这个经济方面的学者专家 在一起聚首一谈 在一起共同探讨 共同研讨这个财富之路 这个举办在一个财富论坛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为我们这个华人 这个探讨这个致富的道路 探讨这个经济 这个财富方面的这个理念 这个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同时也标志着我们这个华侠华人 这个在这个经济财富领域 正在发挥着这个意义 这个积极活跃和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次论坛 这是很有意义的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代表这个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我代表这个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向唐伟珍先生 这个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华侠华人在海外 这个很多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 早年千百年来 我们很多华侠华人到海外以后 都是这个从经济小本生一开始 这个开餐馆 这个开洗衣店 这个由这个原始积累资金办法 这个从小生意做到中生意 然后再做大生意 这个过去只是走进这样一条路 这个当然这个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这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这个网络时代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资金的流动 资金的周转 还有这个物质的流通 都跟很多的以前 跟过去不一样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 是吧 还有这个世界竞技这个全球化 这个为我们这个提供了 为我们这个走这个发家之后的路 为我们发展竞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同时呢也提出了很多的更多的这个挑战 所以在这个机会和这个挑战的面前 我们如何的应对是吧 如何抓住之欲 这个心力出币 发展我们自己 走上知乎的道路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理论问题 有很多这个思路是吧 这个值得看讨 值得研究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这个有著名的经济学家 是吧 有这个有很多有实践经验的 有很多理财经验的这个一些大师们 是吧 所以把这个今天到这里来聚首一堂 来研究讨论这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我们足远了这一次这个 我们这次论堂啊 取得这个圆满的成功 这个希望来通过 这次论堂 这个 开阔我们的思路 是吧 我们的思路来 这次论堂 交给蒋志成先生 非常感谢刚才有位主持人们热情洋溢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面首先 我代表激动的心情对各位的来宾贵宾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参加这个会社会表示热的感谢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一些经验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那么在座的呢高手如云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今天我的那个投资的那个讲座的主题是投资的致富之道 至胜之道 那么请 允许我先用一句老子的话 来点一下 老子月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什么意思呢 今天呢 既然说了这个投资之道 说起来呢 可能应该是很高深的理论 像这个巴菲特的这个 应该说是投资界的圣者 当然 在华人社区现在我们有了 像唐伟珍这样的 巴菲特是的 特别是 亲信的是华人的这个 投资的领袖人物 所以我呢 希望今后在 这个唐伟珍这样的一个常认为 这个华人社区里面的 真正巴菲特的领袖人物 然后带领大家走向投资支付之路 对吗 大家呢 我们也一样 就是中国人 既然来到北美 背景一乡 我想 到北美来 不外乎是来 追求新的收入方式 或者是自己的梦想 但是 我想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 也不管你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但 离不开两个字 财富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追求财富 那么 接下来我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分享一下 我对简单对财富的认识 后的一些 这个体会 和一些 experience 这是我的口号 前程需要设置 理财改变生活 希望我们来到北美这个土地后 学到真正的智福之道 走向财富之路 最后 给大家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的未来 那么 那么 知乎知道来 根据我的体验呢 有 给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个是 滴水成河之威力 第二是指数增长的威力 第三个呢 是省税投资的威力 怎么来讲这三句话呢 第一个 滴水成河的威力 大家都知道 滴水成河 平时日记业的功不可没 那么 区区一个月200块 我想 在座的应该都是成功的人士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心理 可能 还有一段路程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一个月 能够 省加了200块钱 作为投资用 那么 在进入的这个平均 如果能有达到12%的回报 记得 重做一些好的指数基金 或者是 一些好的户惠基金 是完全可以大得到 这里我不多讲 但是呢 是可以做得到 如果是这样做下去 你仔细看 在做的 我想平均年龄 可能有 30几四十 一世纪的有 你就自己看一看 如果你今年 30岁的话 当你退休的时候 还有35年 35年之后 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民营兰赖 百万付冬的 一个月200块 那么一年也就是2400元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滴水成合 那么一年就能够 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民营兰赖 百万付冬的 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民营兰赖